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紧急呼救911》第一季的第五和第六集 夜幕降临,一对印度新人正在位于洛杉矶的公寓里举办婚礼 里程之后,亲朋好友们一言不合开始尬舞,结果乐极深悲,天花板瞬间塌陷 在场的大部分人全都掉了下去,现场一片狼藉,死的死伤的伤 消防员接到报警,立刻开始救人,新郎官受了点轻伤,然而新娘却生死不明 最后,芭比与巴克在二楼一片废墟后面发现了他,好在没有大碍 芭比很快看出问题所在,举办婚礼的三楼是屋主自行加盖的 为节省成本,他用钢板代替钢筋水泥,显然质量不过关,根本无法承受这么多人在上面又蹦又跳 芭比情绪异常激动,要不是小亨阻止,他恨不得当场把屋主就地阵发 事后小亨到酒吧找阿希娜喝酒,他已经被调到文职过上清闲的生活 小亨很担心队长芭比的状态,他竟然开始酗酒 虽然和大家朝夕相处,但没人了解他的私生活 诡异的是,他家连一张家人的照片都没有 小亨不明白芭比为什么刻意和大家保持距离 其实芭比也知道大家对自己有疑问 他以前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之所以变成这样是有苦衷的 在神父的劝说下,芭比终于有勇气揭开心底的伤疤 那已经是五年前发生的事了,当时芭比拥有幸福的家庭 和妻子孕育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因为背上有伤,每当救急复发时,为了止痛 芭比不是滥用止痛药,就是靠酒精麻痹自己 久而久之,有了很严重的酒瘾 等孩子睡觉后,芭比酒瘾犯了 随便找个理由出门后,来到被这妻子偷偷租下的房间 其实两个房间在同一栋楼,一个在十一楼,一个在六楼 芭比点上火炉,吃着药喝着酒 但只终究包不住火,芭比还是不小心掉了马甲 妻子很生气,无法接受她在磕完药后执行各种危险任务 夫妻俩闹得不慌而散 芭比惨被妻子赶出家门,站到六楼门前才想起来没带钥匙 只好跑到顿楼吹冷风 冷得受不了了,就喝口小酒 芭比并不知道,六楼房间里的暖炉还开着 不断升高的温度很快点燃了一旁的棉被 等芭比被楼下消防车的警铃惊醒时,为时已晚 大火已经燃烧整个楼层 芭比想起妻子和孩子赶紧爬到十一楼 然而门怎么也打不开 就在这时,门口的地板突然塌了 芭比掉到楼下,她试图爬上去救人,因为没有穿消防服 芭比被赶来的消防员阻止 这场火灾最终导致148人丧生 芭比的妻儿也都葬身火海 管理员并没有告发芭比,所以她没有受到法律惩处 虽然芭比要对这次意外负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黑心房主选择的装修材料并不达标,不仅廉价还很易燃 了解芭比这段过去,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何如此痛恨无良房主了 这次意外成了芭比的心病 在之后两年的时间里,芭比忍受着痛苦的酒瘾选择振作 希望用实际行动洗清犯下的罪孽 另一边,母亲在艾比睡着后意外离家走失 芭比收到艾比群发的寻人启事后,决定和她先见上一面 等找到人之后,再恢复成电话聊天模式 这是芭比第一次面击艾比,差点把护工卡拉认成她 找人途中,两人接到救援电话 父亲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高压线掉进一户人家的泳池里 屋主年仅三岁的女儿被困水中 缺乏常识的男保母一新救孩子,结果被垫死在水里 消防员最快十分钟后才能抵达现场 艾比无法袖手旁观,带着巴克前去救援 孩子父亲救女心切,想直接冲进泳池 巴克见状赶紧阻止她 以前艾比都是在电话里参与行动 这还是她第一次参与现场救援 只见她沉着冷静拿起一根不倒垫的橡胶管 最后在巴克的帮助下成功救出女孩 艾比出色的表现让巴克刮目相看 两人没有见光死,反而更加亲密了 当晚失踪一天的母亲终于有了消息 她竟然走到黑帮地盘 好在遇到三个好心的人 他们将老人送到了医院 艾比对巴克很有好感 但作为成熟女性 她希望两人能循序渐进下去 虽然巴克是人形小泰迪 但艾比在她眼里很特别 因此巴克尊重她的选择 这天消防局再次收到任务 救援对象是洗车店里的一名员工 她不小心被洗车的大刷子卡住 员工一脸泪绝不爱的样子 将她送到救护车上后 巴克笑着把小伙伴喊过来 看着员工被卡住的滑稽过程 就连洗车店老板都忍不住笑了 小亨从没见巴比笑过 一时之间竟然有些不习惯 听从神父的劝告 巴比告诉小亨 自己之所以冷漠 是因为过去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让她不敢和其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不想再次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 然而小亨和巴克 却不知不觉成为家人般的存在 再过几天就是情人节 男人最近拿到飞行执照 忍不住带女友浪到天上 突然飞机开始剧烈颠簸 女友吓坏了 可她还是强撑着拿起座位下的审核表 进行故障排除 没想到这是男友制造的小惊喜 她将求婚书夹在了审核表中 男友自以为很浪漫 殊不知女友被这一出吓得差点当场去世 见女友呼吸困难 男人赶紧拨打911求助 等飞机迫降到高尔夫球场时 救援人员已经再次等待 所幸女友并无大碍 男人也顺利完成了求婚 情人节前一天 齐米终于痊愈出院 为迎接她的回归 消防局特意举办了一场派对 贴心准备的人头蛋糕 不能说毫无关系 简直和齐米一模一样 只是被钢筋抱头的样子实在太重口 外国人就是心大 劫后重生的齐米 似乎已经走出失恋的阴影 还多了一些幽默感 艾比受巴克的邀请 带着亲自做的小饼干出席 有种把女朋友介绍给大家认识的意思 在队友的助攻下 巴克决定明晚和艾比来一次正式约会 情人节当晚 金发女正和自己的海王男友 共进烛光晚餐 她为此准备了一整天 对男友送给自己的礼物 更是期待不已 结果金发女大失所望 她心心念念想要一枚钻戒 收到的却是一盒巧克力 两人发生口角 男友直言自己承包了一片鱼桃 你只不过是其中一条小鱼而已 朋友都说你大脑不正常 咱们还是分手吧 情人节被甩也太惨了 金发女受到严重的刺激 此时海王哪里知道自己惹上了不该惹的女人啊 不知过了多久 911接到金发女邻居的求助电话 称从她家传出男人的惨叫声 阿西娜接警后迅速赶到 金发女告诉她 自己刚刚被渣男友甩了 所以两人吵了一架 渣男已经走了 同样感情不顺的阿西娜深有感触 她安慰金发女不要为渣男伤心 下一个更好 下一个更乖 况且渣男算什么 我丈夫还是个同情恋呢 听了阿西娜的故事 金发女知道她是个忠于感情和家庭的人 临走前 阿西娜好心递给她一张名片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可以随时联系自己 然而阿西娜前脚刚走 金发女就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来到库房 原来海王就关在这里 一刀下去 渣男被大卸八块 阿西娜刚完美执行一场任务 就接到金发女电话 金发女深情中透露着说不出的怪异 她送给阿西娜一盒糖果作为感谢 却疯疯癫癫将红酒撒到阿西娜身上 她来到卫生间清理屋子 就在这时 金发女一句话瞬间引起阿西娜警觉 柜子底下有安水 紧接着 阿西娜在药柜里发现很多精神类药物 看来金发女确实有毛病 阿西娜环顾四周 果然在洗澡间里发现了血迹 她掏出手枪走出来 但金发女却不见了 最后在书房看到恐怖的一幕 扎男友已经彻底凉凉 变态的是 金发女把她砍成几大块后 竟然又用502强力胶把尸体重新粘了回去 就在阿西娜错愕时 金发女从背后拿枪抵住她的脑袋 将其劫持 金发女不承认自己有毛病 认为只要给扎男友换一颗善良的心脏 她就能活过来好好爱自己 之所以把阿西娜骗过来 就是看中了她的那颗心 不仅如此 金发女还发短信骗来扎男的现任 阿西娜故意找话题分散金发女注意力 好争取时间给自己松绑 成功后一酒瓶砸晕了金发女 就在这时 又有一个女人找上门 声称是扎男的女朋友 估计也是被金发女骗上门的 要不是今晚有阿西娜在 两个妹子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成功解除危机后 阿西娜亲手将金发女送上了警车 结束惊心动魄的一天 阿西娜回到家中 当看到孩子为自己准备了饼干与红酒 心情瞬间明朗起来 丈夫并不在家 八成是陪小鲜肉男友过节去了 有时候孩子比老公靠谱啊 另一边 巴克和艾比在一家高级餐厅约会 按照现在的氛围 晚上应该能发生点故事 可没想到看着优雅的艾比 巴克紧张不已 吃面包时竟然噎住 果然在真爱面前就是不一样 情况危急 巴克很快停止呼吸 关心则乱 艾比让别人赶紧拨打911求助热线 可救护车还有七分钟才能提搭 艾比只能尽力为巴克做心肺复苏 担心他撑不下去 艾比在紧急医疗调度同事的电话指导下 小心翼翼切开巴克的器官 然后将一支笔筒插进切口对着里面不断吹气 巴克终于恢复意识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 好在艾比救助急时巴克应该很快就能痊愈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最后好奇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对象是个海王 你会怎么做